哈喽大家好,我是可嘉妈妈 今天买了一块豆腐 跟大家分享一个湖南豆腐乳的简易版做法 特别简单,不用长毛,不用发酵 十分钟就能腌制好 麻辣入味,非常的好吃 大家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今天花两块钱买了这块老豆腐 我们用来做豆腐乳的最好要用这种老豆腐 老豆腐水分比较少,也比较结实 吃起来口感也比较好 买回来的豆腐,我们先把它切成小块 豆腐买回来之后,是不需要清洗的哟 全部把它切成像这样的大小块就可以了 然后再准备一个蒸锅 蒸锅里面垫上一层容布 然后把豆腐一块一块的摆入蒸锅中 蒸豆腐这一步,能使豆腐变得更结实 还能去除豆腐里面的豆腥味 全部摆好之后,我们盖上盖子 大火开始蒸 水开上去开始计时,蒸五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拎起一个锅,碗里面加入多一点的食用油 这个油,我家里有茶油,用茶油会更香 如果没有,就用普通的食用油就可以了 把这些油烧至微微的冒烟就可以了 然后关火,把它晾凉 油一定要晾凉 这会儿我们的豆腐也蒸到五分钟了 然后关火,打开盖子 先不要去动它,让它晾凉先 然后我们准备一个干净没有生水的碗 碗里面加入20毫升左右的生抽 再加入20毫升左右的高度白酒 这个白酒一定要50度以上的 酒和生抽的量是1比1 然后我们用勺子给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放一盘备用 接下来同样准备一个干净无生水的盘子 碗里面加入三勺这种粗的辣椒面 如果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放辣一点的辣椒面 我这个就是微辣的 再加入三勺这种细的辣椒面 这个细辣椒面是不辣的 主要起到上色的作用 然后再加入两勺左右的花椒面 盐就加入四勺 盐的量可以多一些 盐多一些 这样豆腐乳不容易坏 可以起到更好的保存 然后我们再用勺子将它们充分的混合在一起 像这样完全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放一盘备用 然后把蒸好的豆腐放在厨房纸巾上面 我们再用厨房纸巾 把豆腐表面的水分稍微吸干一下 像这样就可以了 先放一盘备用 擦干水分的豆腐把它放在酱油里面 浸泡一会儿 大约浸泡两三分钟就可以了 一次我们多放几个进来 浸泡好的豆腐我们给它夹起来 然后放在这个我们调制好的辣椒面里面 再给它滚均匀 让每一面都均匀的滚上辣椒面 豆腐全部滚好辣椒面后 我们再准备一个这种可以密封的保鲜盒 或者是玻璃罐都可以的 里面一定要是干净 无生油 无生水 然后再把滚好辣椒面的豆腐 一个一个摆进来 这些豆腐全部装好后 再把我们提前煮好 晾凉的食用油给它加进来 油的量一定要没过豆腐乳 然后我们再盖上盖子 给它密封起来 常温保存 放着8至10天左右就可以吃了 这样做的豆腐乳麻辣鲜香 非常的好吃 开胃又下饭 自从学会这样做之后 就没有在超市买过了 都是自己做 老公非常的爱吃 自己做的健康又卫生 如果您也喜欢吃豆腐乳 不妨收藏起来试试这个做法哦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可嘉妈妈 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 如果您喜欢我分享的视频 就请给我点个赞 关注一下吧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